如果不喜歡那個酒味的話 你就改用清酒 他煮完了 一樣他可以把那個療效做出來 但是他煮完就不會有酒味 這是日本的清酒跟台灣的米酒 這樣的一個區隔 只是成本會比較高啦 可是清酒還好啦 清酒一瓶也百多塊 清酒現在台灣之前還有做啊 對啊 其實超市賣那一種 對對對 是你真的 台灣做的那個其實 二哥三拿出來倒這樣 二哥三拿來倒 二哥三拿出來放旁邊 一邊煮一邊喝 實際上清酒 十四代喔 對 十四代那幾啊 對啊 沒有一般台灣的清酒很便宜啊 很便宜 你去超商買的那種 台灣的那種 一百多塊而已啊 實際上比那個 比那個公賣局的米酒還便宜 比那個米酒還便宜 我前面加清酒嘛 然後燉快結束的時候 我會撒一點米酒 讓他整個醒那個酒氣 他最後還會撒米酒 對 然後他整個香氣就會一起上來 所以喝起來會有一點 所以你煮多久啊 對嗎 不是怎樣 高招是不是 高招 因為 你剛剛講的動作其實是很 我覺得 我是我們家的喝法是很Pro的 我們在喝羊肉湯或牛肉湯的時候 有時候 會加一點點高粱酒 最後這樣 那個是很Pro的喝法 起鍋的時候再淋上去更棒 漂亮 他如果這個最後加高粱會怎樣 喔 加高粱會比較嗆一點 但是你可以試試看那種 那個 那個 不是 紹興也可以 但是新的吃法你可以試試那種 威士忌就是 威士忌 然後你用滴管 你用滴管喔 滴一些威士忌進去到你的湯裡面 哇 那個更棒 我可不可以直接滴在這邊 也是一個新癮的吃法 滴滴滴啦 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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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威士忌第30年的 好貴喔 這個湯爆喔 這個湯真的喔 那你是那個 你說那個調理包叫什麼 他就叫北蟲草 北蟲草調理 有人現在很多中藥房 或者是那個超市裡面 那個藥膳的那個專櫃裡面 就一包一包幫你做好的 這個很方便 我覺得很方便 很方便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燉 大概一個半藥 然後我會把它關火燜一下 再開小火燜個15分鐘 我覺得他這個方式 對於一般很忙碌的家庭主婦 還要趕回家煮菜的是真的很方便 其實我蠻鼓勵大家用 我超愛 其實那個很便宜 那你用慢燉鍋去燉 譬如說像現在天氣很冷對不對 我早上喜歡喝一碗熱熱的粥 我可以在晚上把那些米 還有骨頭 汆燙好 都全部放在慢燉鍋 等到你明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再放到瓦斯爐上面 或者怎麼樣 把它滾沸 就是真正的廣東中的 就是那種 化掉 那米都化掉那種粥 好想要求天節 要買鍋的話 請到要這樣喝天 但是你要煮廣東之後 其實有陶瓦耶 就是你把米先洗完了之後 我們看起來像是陶瓦的人 沒有 這是方便 這是方便 把米洗完了之後 你把水瀝乾 放在塑膠袋裡面 放到洞褲裡面 它結凍了之後 你拿出來 但是又運用冰精 對 用冰 結冰之後 他把米的結構打碎掉 所以你大概 一般你要煮到五米粥的話 大概需要也許三個半小時 四個小時 可是你用我這個方法 倒在鍋裡面 然後加水就開始煮 四十分鐘就可以跟五米粥 真的假的 我沒有好笑 我說真的 好喔 來試試看 我是說真的 這個湯我好愛喔 這個湯很棒 要不要試一下我的烏骨雞啊 它很嫩耶 烏骨雞啊 這樣講為什麼有點奇怪 沒有 我這次選用 真的耶 對 因為烏骨雞呢 大家平常會覺得 都化掉了 不知道怎麼料理 因為它看起來有一點距離感 烏骨雞是不是很容易煮材料啊 對 就是 就成功與失敗就是一念之間啊 真的 就差那一分鐘就化了 或者差那一分鐘就踩了 就是 它的烏骨雞肉是很嫩的也很 對 就是有 紅紅的這樣嫩嫩的 看起來很嫩 因為烏骨雞的不飽和脂肪酸很高 所以它對 你在煮湯熬湯會比較沒有負擔 然後喝起來會比較清爽 好喝 這個方式可以學起來 好喝 讚喔 我覺得今天的湯 目前到目前為止 每一個都很讚耶 是 對不對 豬腳湯啊 都很長 然後牛肉湯啊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雞湯啊 就這三個嘛 哈哈哈哈 要看過一個 還有一個 就還有還有 魚湯啦 魚湯啦 對 好 接下來還有什麼湯可以喝呢 好的 最後這一道呢 是甜的啦 耶 美子要不要介紹一下這一道 冰糖桃椒銀耳蓮子湯 這一道呢 就是特別適合小禎姐這種美麗的女性 然後像那個馬哥跟柯老大也非常適合 因為這一道是大人小孩都會很喜歡的 而且它不分一年四季 冷的熱的吃的都非常好吃 因為像大家知道白木耳就是我們平民的燕窩嘛 它就是價格很親民 然後你就一直慢火的燉 但是像我比較 我覺得直火燉的話對我來說會有點壓力 我怕那一下沒有顧好會燒焦 所以我是選擇用電鍋燉 然後我 因為如果有人喜歡那種燕窩的口感的話 就是你可以用那種 我是用果汁機 燒慢速的讓它打個幾秒 然後但是我自己是喜歡吃白木耳的那個口感 所以你可以吃到其實它裡面是有兩種口感的 然後我有加了一個比較特別的食材是桃椒 可能平常大家比較少聽到 桃椒它是桃樹留下來的汁液 然後它以前古代的時候它其實是個藥材 然後是對我們的身體非常好 對腸味道啊 免疫力也都非常好 你看旁邊這裡 咔咔咔咔 太味了 好吃 真的很濃稠 其實就有點像那種燉燕窩的口感 很大聲 好吃啊 就代表好吃 你看整個吃掉耶 你覺得如何口感 好吃 其實我沒有什麼資格在這邊評論各位的作品 各位都是辛辛苦做出來的 當然每個人喜好不一樣 如果要是我 我會 因為既然是講湯 那就我覺得要稍微有點 湯汁 對有點喝的感覺 因為這個已經變得有點像收了 有點像八寶粥的口感 收到一個 如果說再加一點點糖水或者是 有那種冷的喝也可以 熱的喝也可以 可是比較有像這樣湯 湯就是 那這個比較稠 可是是好吃的 味道是好的 甜度也剛剛好 他這個是感覺不跟外面的這個銀耳莲子湯 想起來是真的比較醜一點 因為他已經把木耳打碎了 沒有外面要算成本嘛 所以外面它會水比較多啦 對 然後他外面如果燉到這麼長時間這樣化掉的話 他也是時間成本也要算進去嘛 瓦斯費也要算嘛 所以外面他就湯水會比較多啦 但是給美甄一個小小建議 就是外面的東西 他喝出來那個特別的甘甜味道 跟這個美甄燉出來的甘甜味道 美甄這個主要是糖跟那個沼子的甜 對 那外面這些也有加 你可以再試著裡面加 龍眼乾 對 龍眼乾的那個甜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糖分可以用那個 所以你在外面喝的話 它那個香氣跟甘甜味不同 就是主要就是龍眼乾跟冬瓜糖 但是我其實煮得這麼濃稠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 像我早上的我就會挖兩次起來 然後再把它加熱之後 再加一點牛奶 給小孩當早餐其實也很棒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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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可以 這個喝完這個嘴巴是黏的 嗯 會不會是到豬腳還沒退去 沒有啦 比黏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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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整口喝都是膠原蛋白 有沒有 肌膚都飽水了 真的 讚啦 我覺得今天這幾道都非常的好吃跟好喝 但是呢殘酷的舞台總是要來啦 就是要來選出最佳儲娘 因為今天有大獎要送給最佳儲娘 首先要問一下馬哥你今天最喜歡 最喜歡哪一道湯 我沒有別的攻擊意識 有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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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喜歡吃比較重的 口味重的 在我心裡面 剛剛的那個雞湯 然後 因為這個是因為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 雞湯跟豬腳跟牛肉 這三個在 北蟲草雞湯 其實 真的在比的 豬跟牛 豬跟牛 喔 喔 不只能 這牛年 這很難選齁 不考慮一下魚嗎 所以現在就要選了對不對 你可以思考一下 不考慮一下魚嗎 你可以思考一下 不考慮一下魚嗎 哥 啊 因為我曾經小時候 我算命老師跟我說 瑪莉歐她說 妳 要小心 妳記水 所以我有兩次參與淹水的經驗 這是真的 我記水 蜜裡面記水 所以今天我就先撇除魚 魚 下次再說話 什麼 蜜湯 對 我選牛 好 你選牛 好 豬很棒 主傳三代牛肉湯 但是它的牛因為 豬腳說真的 對 當然師傅剛剛講說 其實豬腳因為它 料理的這些程序比較繁瑣 比較麻煩 可是豬腳很容易就可以煮到 黏黏的 對 可是牛肉要煮到 剛剛它拿出來這邊已經聞到味道了 所以 而且那個肉 它有帶 因為那個牛腱 那個肉裡面有牛腩有筋嘛 對 然後肉又不柴 對 真的pro 很棒 我自己個人是愛那個啦 北蟲草 北蟲草 對 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真的是沒有什麼 就是說它很簡單 簡單 可是味道是很厚的 對 它的味道是有到那個層次的 但我們兩個投誰都不重要 關鍵 最關鍵的一票 其實我們就技術跟口味來講 就是這個六道湯品裡面 技術層面最高的 口味也會再停留在你的味覺記憶裡面 最深的 應該是牛肉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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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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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所以我們已經決定說 今年第三屆的這個 除娘爭霸戰的冠軍 就是 前面 敗了很多次的 紀香 對 對 對 來 來 台中央有請 馬哥頒獎一次 平凡 好強 金骨頭銀骨頭的概念 好厲害 請問你調的是金包裹還是銀包裹 銀包裹 這一定是陷阱 一定是醜的 對 醜的一定是厲害的 對 醜的一定是厲害的 妳可以順順看 我覺得那個製作單位 絕對不可能這麼好心 欸 對 這漂亮的須有其表 因為 上次有過那個 名牌袋子裡面裝的叉燒包 這個金的裡面一定就是 一定有鬼 看你調的是金包裹還是銀包裹 而且我覺得這個蠻重的 對 裡面就是全部都是人参啦 對 人参軟軟的對不對 人参軟的 人参不是跟鋼筋一樣 是嗎 人参的盒子通常都很硬欸 我們就是故意把盒子拆掉 然後讓你以為說這個裡面 欸 其實裡面是鮮詐片 真的 真的 你打別人跟干貝一樣 哪一個 現在不要再像我上次一樣上當 妳的直覺啦 還是妳要我幫妳咪牌 然後看她表情 好 麻煩小禎姐了 因為小禎姐最近有X光顏 沒有她直接猜了 小禎姐到底要選哪一個 這個表情 什麼表情 這個表情 這個表情是 你知道我這表情是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看不到啊 真的看不到啊 裡面還有一層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那幾個呢 好了 請選擇 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他會不會把鮮渣餅裝在盒子裡 你捏一捏嘛 你捏就知道了 2 因為我捏到鮮渣餅了 1 那我要換那個 確定囉 我這樣會不會太放實了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啊 因為其實真的看不出來 那你把它拆開吧 拆嗎 你捏到鮮渣餅 裡面是鮮渣條 這是還沒切成餅的 鮮渣餅 鮮渣餅 或者是鮮渣餅 禮盒 那是 是嗎 好像是人生禮盒 你看 我已經跟你講人生一定是合作 對嘛 他們會不會用人生禮盒裝鮮渣餅呢 打開還是鮮渣 好搞剛 好搞剛的鮮渣餅 這裡面就是鮮渣餅 這是全新的包裝 全新的鮮渣餅 對啦 人生 人生茶 裡面會不會是鮮渣餅呢 裡面會不會是鮮渣餅呢 以鮮渣餅 結果一開 都不是 它是個保險套 喂 保險生的喔 好養生喔 OK 這是第三屆的聽媽 除娘爭霸戰呢 這個恭喜鮮渣餅 恭喜 恭喜 大家真的是齁 你們看一下 這個大俠再也笑不出來 是 沒關係 再接再厲 今天其實每一個湯品都很讚 對 更有特色 那今天大家如果喜歡呢 任何一個湯品呢 想要學的呢 你就可以到我們這邊來留言 看他們要不要願意把食譜提供給你們 今天謝謝兩位 謝謝大家的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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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喜歡我們的節目可以在哪裡看到呢 是的 在聽媽媽的話 臉書粉絲團 YouTube IG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追蹤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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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喝湯喔 要保暖喔